恭请上人传承福慧红包 每年岁目祝福 是上人向慈祭志工和社会大众 表达感恩的时候 拿到红包最欢喜对不对 那平常啊 舒服脱化 无形的就是慧命的启花 那从无形的变成有形的 无是智慧 有是福 所以说有没有两个都平行送你了 福慧红包是上人的书籍版税收入 世间财化成智慧财 我也希望所有有这样的智慧 一直把它流传下来 会想要留给小孩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有一个意义 所以也可以做一个传承的一个法宝 1992年第一个福慧红包 造型简单装载上人无限祝福 1994年福慧红包呈现佛教意涵 六枚五元硬币代表六波罗蜜 总数三十元代表三无漏学 1997年装有两元美金的福慧红包 象征慈祭走向国际 这个是我从上人手上拿到第一格的福慧红包 慈祭基金会文宣室主任罗正中 收集了二十多年的福慧红包 一步一步累积慈祭的历史足迹 好几年都是金色的图腾来做我们的纪念币 但是它都有不同的角度 所以也透过纪念币 也可以看到我们金色的一个发展 后来我们的祖堂的完成 也从祖堂开始 之后也延伸到 有各地金色堂的一个主视觉 这个都也是在记录着 整个实际的发展史 做了当中就很欢喜 医疗团队 社区志工 一直都是制作福慧红包的好帮手 一如上人早年亲手制作时的心意 一手一祝福 一念一感恩 上人心心念念 就是要让大家有福有慧 把它背至双运 这个红包可能 就是透过上人 送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有缘 大家一家人 我觉得是很开心 上人的红包 上人的祝福 常常放在我的包包里面 讲到上人的金色鱼 就是那个烦恼就会消掉 每个平壤和小丹亚嘴 本土志工 大家要收上人的红包 他说 学习到金色鱼 学习佛陀精神 布善种子 领受符慧红包的同时 新春立愿 倾行菩萨道 大海新闻 黄文旗 邓明仪 华联报导 订阅摩 本土志工 这种产售的